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学习预备适中的抱球装 你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讲到预备适中包含两个装功 一是无极装,一是抱球装 装功呢是学练健身气功很重要的基本功 所以我们用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两个装功 那么今天我们来主要讲解预备适中的抱球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健身气功八段锦 预备是抱球装的动作完整示范 今天我们学的动作中出现了一种手型 叫自然掌 那自然掌是怎么做呢? 自然的这么放着吗? 首先我们伸出手掌,五指自然见缝 将手掌呢,掌心放在额头上 就像我这样 好,拿下来这个手型就是自然掌 你掌握了吗? 那么并不占力 头正颈直,后顶虚灵,两臂自然下垂体侧 随着松腰尘宽,身体重心移至右腿 由左脚向左侧开步 约与肩同宽 脚尖朝前,继而重心平移至两腿之间 目视前方 好,并不占力 头正颈直,后顶虚灵 两臂自然下垂体侧 随着松腰尘宽 身体重心移至右腿 左脚向左侧开步 约与肩同宽 脚尖朝前 继而重心平移至两腿之间 目视前方 两臂内旋 两掌分别从两侧摆起 手臂与身体的角度约45度 掌心向后 目视前方 身体重心垂直下降 两腿膝关节弯曲 同时,两臂外旋 两掌向前合抱至斜前方 45度后 再驱肘 驱腕呈抱球状 掌心向内与其同高 两掌指间相对 间距10至20厘米 目视前方 那么大家跟着我刚才说的动作要领 尝试地做一下 是不是明显感觉到比上节课的无极装复杂了呢 那么同学们继续保持抱球这个姿势站一会儿体会一下身体哪里有不同的感受 有没有酸麻胀胀热的感觉 会不会站了一会儿以后觉得哈气连天 如果这些都有 如果这些都有那就对了 说明植物神经系统我们得到了初步的调节 这个动作中呢 这个动作中呢 我们涉及三个穴位 首先看 一个是劳工穴 一个是神雀穴 还有一个是命门 叫命门自然不同 那当屈膝下蹲成抱球装时 要求头上顶肩下沉 手烹圆 手指梳开 自然见缝 劳工穴与神雀穴对应 刚才我们讲了 把劳工与神雀对应 命门穴外突 切记贵膝 贵膝呢 就是膝肩啊 不要超过脚背下蹲的时候 背呢 略向后移 头上顶 松腰尘宽 感觉啊 像挫板凳一样 好 说了这么多 无极桩 之后的抱球桩 你掌握了吗 那么今天 八段锦的预备式 我们就学完了 恭喜你 已经开始在 养生的道路上 行走了 那么我们下次课 讲第一式 两手托天 李三交 北极客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赞兹